UFC294阵容大洗牌 马哈切夫将与大地二番战 狼王齐马耶夫的对手换成了卡玛努·乌斯曼 嘴炮康纳 本周重回要减持 回归正式进入倒计时 欢迎来到本周的格斗大事件 即将在阿波扎比举行的UFC294 本周阵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巴西林志炫前轻量级冠军奥利维拉 由于训练受伤退出 奥利维拉原本要与马哈切夫进行冠军二番战 第一场冠军战中 奥利维拉被马哈切夫终结 但随后凭借TKO大流士强势的表现 再一次拿到冠军战的资格 奥利维拉退赛后 现任与量级冠军大地沃尔卡诺夫斯基 替补将与马哈切夫进行二番战 大地跟马哈切夫之间再熟悉不过 双方此前打过一场冠军对冠军的超级战 那场比赛打得难分难解 大地虽然输了 但输的体面 马哈切夫也尝到了苦头 一般来说冠军战都会提前准备替补选手 替补选手也要进行备战 称重 一旦原选手出示退赛 立马顶上 就算替补没有机会顶上 参加完称重 也能拿到一笔出场酬劳 所以虽然大地是临比赛十天才正式确定上场 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状态与称重 加上双方团队此前已经深入了解 彼此再熟悉不过 一番战激烈的表现 也给二番战增加了更多的期待 此外 在联合主赛中 同样来自巴西的保罗科斯塔 因肘不感染 需要进行手术 也被迫退出了与狼王奇马耶夫的比赛 前次重量级冠军 尼日利亚噩梦卡玛努斯曼替补 将在中量级与狼王大战 乌斯曼曾长期统治次重量级 虽然两次输给了滑子 但实力还是有的 这回升中将是不小的挑战 狼王此前在次重量级打过多场比赛 但上一场比赛 狼王竟然超重8.5磅 乌斯曼在体型上可能会吃亏 这场比赛 乌斯曼临时升中顶上 白大拿肯定会给不少的好处 同时 从网友的留言中 乌斯曼也多了更多正面的评价 一般来说 替补的咖位比原本要出战的选手咖位要低 但UFC294两场比赛的替补 一个是现任与量级冠军 一个是前次重量级冠军 两人还都做过PVP之王 只能说不愧是阿布扎比 富得流油金主的地盘 比赛阵容被迫大洗牌 但关注度丝毫不减 此外 本周UFC头号巨星嘴炮 康南麦格雷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正式回归要减持 按照USADA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 嘴炮需要在要减持待购6个月 才被允许继续参加UFC的比赛 UFC每100期都会搞个大动作 UFC100 UFC200 当年都创下各种的记录 按照时间推算一下 嘴炮6个月后刚好可以参加 UFC历史性的第300期的比赛 嘴炮近一年交证过很多人 都是空头支票 重回要减持才是他真正准备回归的信号 喜欢拳击与格德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